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今天我要介绍一下这双 李宁玉全袋鼠皮TF足球鞋 因为看到大家对这双球鞋的质疑很多 我也先讲讲我个人认为这双球鞋的不足之处 首先这双玉依然是袋鼠皮的配置 没有在鞋面材料上进行创新 所以不是很喜欢穿真皮球鞋的我 还是有些失望 不过研发新的鞋面也非常困难 也需要时间 李宁用工艺已经成熟的袋鼠皮鞋面 打造自家第一款高端战靴也无可厚非 其次就是价格问题 由于定位是高端球鞋 玉的售价是700多人民币 这也让大家很难接受 以前买李宁就是图便宜 性价比高 怎么现在这双玉也是700多的价格 不过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亚瑟士和美金龙的顶级TF球鞋 同样是七八百的价格 真皮的鞋面 复古的外形 依然受到很多真皮球鞋爱好者的追捧 我个人认为 玉和他们并没有档次上的差距 甚至在某些方面 是优于日产顶级TF球鞋的 当然不是忽悠大家都去购买 只是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顶级真皮球鞋存在一定程度溢价 这一现象 最后一点不足之处 这双鞋的鞋头空间有些大 当然对脚趾上翘的人群非常友好 但我在刚穿上它的时候 长船和射门还是有一些不适应 我个人还是习惯穿着鞋头下压一些的球鞋 下面来说说这双玉的优点 首先这双鞋的包裹性 比铁一代和铁二代都有明显的提升 除去鞋头空间有些大之外 整双鞋非常包脚 舒适性也很好 当然我的脚比较宽 脚瘦的朋友们依然不建议去尝试 其次玉的鞋面带树皮材质非常柔软和轻薄 传球 带球和颠球时的触感都非常优秀 对球的掌控感很强 这双球鞋大抵的抓地性能也不错 在干燥的人工草上不会出现打滑的情况 鞋底的缓震性能不错 但还是偏软一些 不过我已经习惯穿着TF球鞋 并没有鞋底软导致不舒服的感觉 最后由于这双鞋侧面的印制logo 和内外侧的金色印制胶条 加上鞋身后侧密集的走线和比较硬的后跟 这双鞋的强度相比前几代铁鞋列足球鞋有所提升 个人觉得踢世界杯还是差点意思 踢野球当然可以轻松驾驭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